楼啊或者是那种饭店里面喝的那种普通的 那不是不是的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是一个级别的 因为因为我们这个它的颜料 它是到云南那边的古什么树 很多年的应该那个古什么树 应该有几百个了几百个的年头 颜料是这么这种颜料的就不一样 所以它做出来茶也不一样 然后又放了从也又放了很多年 所以越放越好 是这样子出了85单了家人们 对这个是我自己就是算是正殿之宝吧 就是一直一直 为什么说这个囤那么多呢 因为这个就是好的茶 我就是囤了很多 好卖好卖家人们 我就囤了非常多 很多家人人说 大宝你不整点别的茶 家人们我跟你们说 一直卖这个茶是有原因的 对 这个茶好 这个茶好 所以大家认可 就回头课特别多 所以没有85单是不是 对 卖了85单 87 87单了 对你点进去它就会显示有一单 知道吗 其实不是的 实际没有销售那么多 卖了87单了家人们 嗯 嗯 呀 安迪来了 你把车下了 先把车下了 家人们给你们介绍一个我的朋友 对 上车的时候不能不能那个 不能去不能去连麦 容易给我们那个啥了 我看安迪在不在 安迪上来捞一会儿 安迪是谁啊 呃 那个 家人们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啊 为什么我很想 这个 把这个茶叶赶快给他出了 就是 呃 我们其实 大家知道 唐涛是做花生品代工的吧 知道的家人们扣个1好不好 就是我是做花生品代工的 了解的家人们扣个1 不知道咱们扣个2 我看看 嗯 基本上都知道 然后我 呃 前几天 呃 因为大宝的事情虽然很不开心 但是我不是说我前两天去深圳签了一个合同 你们记得吗 就是 大宝 把我叫去张总公司的那天下午我去 我去那趟深圳 嗯 其实大宝我跟你说件事 就是 嗯 就是是一个蛮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那天下午去签了一个什么合同 就是 一个 国内挺大的一个品牌 然后 的 一个 他们公司的一些 一个系列的产品 现在由我们公司来代工了 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是做花生品原料代工的嘛 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合作很多品牌 然后 现在就是那天在深圳我们签了一家在国内 呃 而且很多家人们可能都会知道的一个品牌 然后我们 给他签了代工 就是那天下午 就是那天下午 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对吧 就是 嗯 可能说起这个品牌 有很多家人们你们都知道 我能不能讲啊 嗯 哎呀我先不讲了 这样吧 我先不讲这个品牌了 总之就是一个 有很多专柜的 嗯 就是在什么 万达呀 在 很多商场 很多商场里边 有很多专柜的一个品牌 但这个事情 等一下我可以让我这个朋友跟你们讲 我刚刚好看到他了 我一会儿看他在不在 我拉他上来 因为我不能讲 我又不卖货 我不能讲 反正总之就是 一件好事吧 嗯 然后我也想说 嗯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反正 嗯 能合作一个 我认为很好的一个这种品牌 然后 你开不开心 不是大宝可能理解不了 大宝可能理解不了这个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们说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 嗯 因为所有的化妆品代工的 像我们这种工厂 我们都很想合作 一线品牌 因为这样会提升我们的一个知名度 同时 会 嗯 让客户对我们更有信任感 因为我们的原材料是可以和头部的这些 化妆品公司合作的 对 家人们其实我是很少做领售的 因为我们是做代工嘛 嗯 能 能给大品牌代工 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 因为大品牌的品控是很 是 是很严的 就是他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 也是对我们 就是研发团队 要工厂的一种认可 对 嗯 但是慢慢的我会带大宝去 嗯 去了解这个事情 然后 嗯 慢慢来吧 看看 安定 唐唐呀 哈喽 哈喽 咋回事呀 你说啥 你看手机了吗 就是光过着直播没看手机啊 我没看手机 你跟我说话了吗 我给你发了 你看一下 你你现在你翻一下 我们俩的聊天记录 咋回事呀 发了够十条 十五条信息了 没有一条回的 咋回事呀 啥情况这是啊 嗯 哦 不好意思 我没看到 对 那个我跟你说那个事情啊 你你怎么样 你看啊 我给你开个摄像头吧 啊 那个唐唐 我现在的话 我就在我们这个专柜里面去的 明天我们这个专柜不是要开业吗 我不是让你抓紧时间 给我发你的个信息吗 然后明天的话 我请了很多的一些 呃 名媛贵妇 包括林新如明天也来 然后我把这个 这大碗上的啊 你看到了吗 我在这个专柜里面 我开个摄像头啊 唐唐 看到没有 你们看看我们合作的品牌 对 哇 布置这么好看 对 你看一下 我就想让你确认一下 因为跟你说啊 唐唐 我知道明天你要来嘛 对不对 我专门的 还让我们的人员去破了红地毯 我都能想象到 你明天穿的礼服走红毯 主要是明天唐唐 明天她也来 都认识她吧 是不是 唐唐 你看看 装饰的怎么样 怎么样 恭喜一下 就这个事情是双洗 双洗 双洗 对 对 所以说呢 我就给你开个视频的话 我看一下这个 你觉得哪 哪方面的话 还有需要改善的 然后你再给我 告诉我一下 然后我就连夜的话 我再让人家设计人员 你看人家设计人员 还在这里了 还没懂呢 我让设计人员 帮忙再设计一下 对 明天唐唐 大宝也得一块一起来吧 是吧 要一起去啊 对 我要一起去啊唐唐 你放心 我要一起去 学习一下 对不对 唐唐你给大宝介绍我们俩的关系了吗 没 你这个是安迪 啥关系啊 对 安迪都认识你 你还不认识安迪 大宝啊 你别 你别看我 我一上来 我叫唐唐 叫得这么亲切 其实啊 应该在两三年以前啊 我当时我叫唐唐的话 叫的是唐总 因为我之前的话 大宝你应该知道啊 那个唐唐的话 就是在这个化妆品代工的嘛 我之前没有进入我们这个品牌之前呢 我就是唐唐的 说实话 手底下的一个员工 对 所以说我对你 因为我平时比较忙啊 我偶尔的时候也会看下唐唐的直播 我对你的话 说实话我也非常了解 我现在跟你说一句话 大宝 你跟着唐唐好好干 跟唐唐好好干 有钱赚 真是这样的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对 然后你看 我现在的话 对不对 我现在整个专柜呀 整个地方都是我来负责了 是不是 你现在好棒 很厉害 哎呀 唐唐 没有你的栽培 有我安迪的今天吗 没有 我真的啊 当时我没总部一过 说和你签加了这个合同 我说那这个事情 必须我来亲自负责 对不对 人家说嘛 吃水不忘挖井人 这个事情必须我来负责 所以说呢 我大晚上 你看马上11点了 我还没回家呢 我就看一次 又一次的 看有什么需要改善的 嗯 你觉得可以吧 唐唐 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吗 我也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没事 你签了签个月没必要安定太费心了 我跟你说啊唐唐明天不光临心如来 你也来 还有很多的名媛贵妇不差米的来 而且我们这个商场的话 我们这个店铺我给你看一下唐唐 直接啊 从这个商场的大门一进去 直接就是我们这个专柜 旁边的话是迪卯奥 大家知道吧 迪卯奥的专柜 他这个专柜还没有我们这个专柜大呢 在旁边 看到了吗 吃哪个品牌都知道吧 是不是啊 都知道 所以说呢 我必须的 咱明天签约一次 我必须搞得红红火火的 是不是 让一些别的品牌都看看 主要是明天理解 你刚才就是 就是私心我说这个 说这个装饰的这个事情 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 对然后的话明天你一定啊 唐唐你把那个那个 你的信息再发我一下 酒店呀什么 我全部给你订好 然后明天的话我亲自去接你 还有大宝 谢谢 感谢 对 那我等会把大宝那个发过去 然后你给大宝可以订一下 好吧 可以可以 我全部都给订好 然后明天不光我去接 我们公司所有的管理层 都会一起去接你的 牌面一定给你整齐 哎呀 没必要 真的 我跟你说 你是不是知道 跟我一起去 对支持的打宝支持 对加盟支持吧 支持的打宝支持 因为这次这么感兴趣 之前我还想让他不想去 对正好我借着这个机会嘛 因为我还可以给大宝认识认识 我没出出好根 没出事啊 对啊 那唐唐你明天大概几点过来 到时候给你看一下航班 你选一下这个航班吧啊 等一下我私信 好不好 行可以可以 没问题没问题 行 那你那没有什么需要改的了 是吧唐唐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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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 真的辛苦 那明 那我明天等你了啊唐唐 还有大宝 明天等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那我下了啊唐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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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越来越可爱了 嗯 他可爱还是我可爱 哎呀你这个格局 什么我就这么一问 这个格局打开 不是我就这么一问 干嘛出来一个男的 你都要去跟那个人家比 没有我就这么一问 不行工作上面这种不能 又吃醋了 家人们他是不是又吃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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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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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你放心 我 我一定能写信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 好吧 我要写信 嗯 然后也是啊 呃 你的助理啊 也是保护者 嗯 对家人们就是这个事情 我挺开心的 然后我就不说什么品牌 因为我们是明天签 明天签 就那天我去深圳 然后我们签了一个第一份的一个合约 然后就挺开心的 有家人用过这个品牌吗 有的扣个E 听说过的也给我扣个E 我看一下 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品牌还是不错的 就在国内 然后我们能去给他做代工的话 就是还是挺真的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是一件挺大的事情 这个样子 你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我们家怎么两个管理用的都是 嗯 那就挺好的 其实我们工厂比较低调啊 家人们 就是就像那个摆什么草 什么 什么还有香仪什么 这两个品牌 其实我们也做过代工 它的某一款产品也是原材料是来自于我们工厂的 但是我们都是会有签一些这种协议 然后我们就不能讲 但是这些都合作过 包括就是现在安迪在的这个 我们你在万达买的 会贵一些吧 应该不便宜这样子 对 所以明天跟大宝一起去让他也看一看 学习学习 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去努力学习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 我觉得我再不 因为我觉得你身边有很多这种优秀的男孩子 然后我觉得我再不努力一点 我怕你会不喜欢我 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 为什么之前没有早一点答应你 看到 答应我什么 就答应你结婚的事 答应你结婚的事 谁要陪你结婚啊 你啊 你在胡说什么 我没有要结婚啊 我没有交往 结什么婚啊 我感觉在大宝现在有点后悔了呢 是后悔了 那就后悔吧 没有后悔要吃的 是不是家人们 没有后悔要吃的 没有的 嗯 对 我以前就惦记我那些茶叶 嗯 我就 我对这个 这个 你们这种也不懂 也不感兴趣 然后我也觉得不怎么高大上 我今天才知道这个行业不大一样 嗯 然后我觉得我会好 来来来来 卖茶叶 来来来来 上车上车 来把你茶叶清了 把你茶叶清了 我们回来去做化妆品 嗯 家人们是这样 如果说大宝跟我去做这个化妆品 结果还把大宝做到现在他的这个样子 然后公司都做不下去的话 那只能说明我堂堂确实没能力 对不对 嗯 所以我 我觉得应该不会的 大概率不会的 嗯 等会我跟你们说一说 为什么我做生意可以赚到你 家人们 就是 第一个原则就是 嗯 做生意是有赚有赔的 不是每一笔生意都要赚钱 同意的家人们扣个一 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做过生意应该都懂 做生意有赚有赔 不是每一笔生意都都可以赚米的 对 家人们 嗯 就是 其实真正能赚到米的人不是说他有多么聪明 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 什么时候该抓住机会 就是像大宝现在呢 就是我认为可能也是我的一个着见啊 就是我认为 茶叶 不是说这个行业不好 而是他遇到平静期 而且很尴尬期的时候 我就应该 嗯 就应该放手 然后承认自己 错了 我觉得每个人他敢认错 敢承认自己这笔生意做错了 首先他就已经赢了一半了 对不对 怕的就是说我不愿意承认我是错的 我一直坚持一条错误的路 不是 我觉得我没什么错 我就是 就是不懂得营销真的 茶我真的很好喝的 很多人 我那些老客户都 都经常每年都会找我买的 只是没有新客户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新客户了 就不懂得营销啊 对你不懂得营销是不是就说明你不适合做这行 但我 茶好啊 那 很多人的茶都很好啊 但是卖不出去 对不对家人 没有很多 很多人的茶都好 不 不不不 这个 这个你要 这个你就不懂了 因为我做这个很多年 他们有 我不是那种 就是 鼓鼓什么树的 都是那种就是刚 刚刚摘的 你东西再好卖不出去就不行 你 你 你现在就是什么 你能卖出去 你能卖出去 你就牛 你卖不出去 你不用给我讲你的东西多好 家人们 你们说对不对 现在我们是看结果 做生意看的是结果 没有人看你过程 你知道你东西再好 结果是没有卖出去 哎 就没有用 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看结果就好 结果是卖出去还是没有卖出去 嗯 卖出去了 就是你就赢了 嗯 对不对 你多好的东西 你卖不出去 没有用啊 家人们就像今天这个茶 158 你拿回去 家人们 我 我这么跟你们说 这个你拿回去 你尝完之后觉得不值 你发回来 家人们愿意今天去下单 给我们一个机会啊 你下单 你买回去 你觉得不好喝 你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或者线下这个价格 你也拿得到 然后OK 有闲闲 你给我退回来 家人们现在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 你先下单 你就成功一半了 至少说 有大部分的家人 尝完之后觉得认可你 然后他不会退回来 但是 家人们 我今天就算说了这句话 有闲闲 嗯 我们今天有闲闲 你拿回去尝了 不好 你给我退回来 依然会有50%到80%的家人 不会下单 就是他连个机会都不会给你 这就是做生意 家人们 这就是现实情况 就是这样 就是我这个东西虽然很好 我已经告诉你了 嗯 你拿回去 喝了不是这么回事 你给我退回来也可以 怎么都可以 但是是不是还是会有80%到90%的人 他不会去下单 并不是因为你的东西不好 而且他可能不需要 或者他不喜欢 就因为各种各种原因 他就 所以说 有时候做生意是看运气的 对不对 嗯 我东西很好 就 也不代表说 我就可以卖的出去 我今天愿意去贴米 也不代表说每个人都会下单 所以 嗯 确实做生意不好做 不是每个人都 一定会成功的吗 嗯 家人们挂车了 你们需要的话就 呃 有车呀 有车 有车 嗯 再谈一下 有车家人们 你们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呃 微微是负得了的 你去研究一下 应该是负得了的 负得了 诶 应该是负负